从市场的评价牛仔裤 到动辄上万元的精品牛仔裤 你我熟悉的布料当中 恐怕都隐藏不为人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件牛仔裤从棉花种植到零件染色 繁琐的步骤得靠六个国家分工 而第一步棉花田就得撒上大片农药 那些国家就是污染的法规 通常都是比较落后的 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农药的使用 所以其实对土壤会是一个很严重的破坏 很多的古代工厂都不合理 这些环境的领域 像这些工厂在游戏里面 还会破坏污染的古代工厂 原版该是清澈的小溪 却被染成深蓝色 这些混浊的污水 通通都是来自上游的布料工厂 我们知道这些载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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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人物品 可以从巴基斯坦的于股票 但企业不重视法规不落实 往往都让第三世界受到严重污染 Model穿上白色T恤 搭配合身牛仔裤就很时尚 但追求潮流的背后 却得付出惨痛代价 染色刷白都得用上重金属化学物 不只污染河川跟对工人造成身体病痛 染季的部分就是会有很多的重金属 工作人员他们其实都 要在一些污染的环境下面去工作 通常薪水也不是很高 先进国家追求时尚 却得赔上落后国家的人民健康 或许在购买前你我都得深思 这背后的沉痛代价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